请注意看,这是最新全球疫情动态,新冠疫情爆发以来,截止至今天,全球累计确诊已经达到了6亿2000多万,累计死亡达到了650万。 也就是说,这个地球上每100个人里,至少有7个人是新冠患者,而每100个新冠患者里,至少有一个已经被病毒夺取了生命。 我们再反观看国内的疫情动态,截止至今天,累计确诊868万,累计死亡是2.9万人,觉得很多是吗? 但是请注意,这868万里,其中有近800万是台湾省贡献的,而累计死亡人数里,也有近一半是来自台湾省。 咱们如果单看我们中国大陆方面,累计确诊是不足70万的,而累计死亡是不足1.5万人的。 在这两组数据对比之下,就形成了强大的反差,似乎国外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是毫不畏惧的,而国内却处处都在吹奏着与新冠疫情做斗争的号角。 全世界都在随波逐流地选择拥抱新冠疫情,而为何唯独只有我国要坚持抗议呢? 对于新冠疫情,是我们高估了,还是外国人低估了呢? 哈喽大家好,我是有文化的奔波尔巴。 自从2019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,世界各国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大传染病,都是手足无措,不知如何应对的。 尤其是发生在我国时,更是以丰衣做成的代价来防止病毒扩散,以举国之力扑灭了第一次大范围爆发的火苗。 这在当时是看待了外国人的。 可当疫情逐渐在全世界开始蔓延时,哪怕我们告诉了他们该怎么去有效防控,世界各国却还是选择躺平,不抗议。 以美国为例,目前为止已经接近一亿人感染,超一百万人死亡。 按道理说,美国的医学技术和基础医疗水平都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,可还是没能阻挡住新冠病毒前进的脚步。 他们以放纵的姿态去应对,总结四个字就是一切的岁源。 而纵观我国,就算在基础医疗水平不足的情况下,还是在发生的第一年,便制定好了疫情常态化的总策略和动态精灵的总方针。 总结四个字就是抗争到底。 而前后两者的对比,也就形成了这巨大的数据反差。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惜经济减速,也要去抗争呢? 那第一个便是民心。 众所周知,我们中国人民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,对于生命健康是非常重视的。 而在发生重大卫生事件时,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健康是向往的。 所以保卫生命健康抗击新冠疫情是首先顺应了广大人民的新生。 而像一些西方国家人民的民心,是向往着自由的。 当国家要进行抗议,而进行封控,戴口罩,日常做核酸这样的举措时,得来的却是民众的不理解和不配合。 所以干脆就顺应了人民的心声。 第二个便是国情。 我们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。 现阶段全国人口是14亿, 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就占比近五分之一,也就是近2.6亿。 新冠患者病死率的数据显示,其中90%以上是老年人。 这说明老年人是患新冠后重症和死亡的高风险人群。 这与老年人的身体实际状况有关。 而新冠疫情里致死率最高的便是老龄人口。 选择抗议也是在选择保护人民。 而这个人民是无论你在新生婴儿,还是年轻小伙,还是垂木老人,他都在保护之列。 试想一下,如果不抗争, 这些曾经为新中国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50后、60后,将变成新冠疫情蚕食的第一批人。 这是我们的国情所不允许的。 第三个便是变异。 众所周知,新冠疫情经过几轮的变异已经更名为奥密克戎, 而且传染性和隐秘性都加强了。 虽然对于年轻人来讲,目前是没有很大的伤害性, 但是对于病毒而言,它是具有变异性的。 谁能保证在未来几个月里,病毒不会快速变异, 而突然具备巨大伤害性呢? 如果因为没有防控而大规模传播, 当它万一变异了,对于人民群众来讲,后果是可怕的。 而对于它,我们还是充满着未知性。 在不能完全把控的前提下, 为了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变异后果, 我们只能选择去抗争反恐, 否则这就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不负责任。 选择抗疫, 是中国人民超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自信表现。 三年以来, 尽管生活受到了巨大冲击, 经济遭遇巨大影响, 但面对新冠疫情, 还是一如既往的坚韧无惧。 牺牲小我, 成就大我。 可能有些场景我们看不到, 但是, 其实三年以来,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于疫情精准的研判, 有效的措施, 才让我们避开了那一幕幕家庭悲剧。 对于另一种情况而言, 我们现在, 才是更好的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